北京时间昨晚,中超第二十二轮先赛一场,其中恒打在与国安的千王山对决中,主场一比零获胜,几分追平国安的同时,与国安并列联赛第二,而上港阁的客场5比2大胜太达, 作售余力,成功反超国安领跑机分榜,值得一提的是,争贵三甲不仅在比分上紧仰,在进攻火力这一项上业暗暗较劲,不输彼此,层层扑出点球后阵地高股本轮之前,国安机45分领跑机分榜,上港和恒大在上赛一场的情况,下分别落后另头两两分和三分分另二三位,而二十二轮成功将北上逛三强洗牌, 由于恒大一比零战胜国安,作售余力的上港凭借一场大胜成功奔顶,恒大追平国安,两队同落后国安一分并列联赛第二,联赛所剩无几,三强持续发力,力保争贯不调队, 此外,争贯三强的火力也远超其他球队,目前,上港,恒大和国安的进球数均在50球以上,而第四火力的负力,也仅有40球而已,连赛排名第四的鲁能泽只有36球, 不得不说,争贯三强在胜率和进球数上确实成冠军水准,动览中超三强的单场进球数,三队曾多次单场打电四球或四球以上, 其中,恒大单场进球数,在此球或以上的场次最多,有八场,国安和上港卫武场,本赛地期间为绝,上港保值着联赛单场进球数最多的记录, 他们在中超首轮主场8-0狂胜生斑马一方,此外,有三场比赛单场攻,入五球,分别是客场5-2复利,客场5-1人和客场5-2太达, 另有在主场4-1战胜全界,而上港在21场比赛打电53球,仅次于恒大和国安的54球, 在作用中超历史射手王和奥斯卡福尔克这样顶级球星的情况下,想必上港进攻火力也会只增无减, 国安本赛季单场攻入四球级以上的场次也是无常,其中,在上半城收官日战中主场6-3战胜和北华夏幸福, 国安也凭借这场胜率胜获半城冠军,此外,国安也曾两度单场攻入五球,分别是5-2胜利方,5-2胜太达, 此外,在与人和和横峰的比赛中,国安军打入四球,半轮之前,国安以54球,成为中超火力最强的球队, 但此一被横打追平,两队并列打入54球,进球数中超第一,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与国安并列进球数最多, 但横大少三一场,21场攻入54球,此外,横大也是本赛季单场攻入至少4球场次最多的球队,共有8次, 虽然没有单场攻入6球,8球,但横大有4场比赛攻入5球,分别对阵亚太,思维,进夜和全剑, 巧妙的是,这4场比赛横大都是零锋对手,与进夜和全剑的比赛,横大更是实现连场5-0, 此外,横大还有4场比赛单场攻入4球,分别是首轮4-5负利,4-0横峰,4-2负利以及4-1鲁能, 实注意的是,三强虽然在进球数上不分伯仲,但在十球数上,国安少险劣势,丢了35球, 远步如恒大的23球,以及上港的21球,而防守质量是国外一直存在的漏洞, 如果能及时改进,相信国安的冠冠优势也会大大增加,下周二, 恒大将在客场迎来与上港的另一场天王山之战, 或许又会影响正观格局的走势。